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地墨西的奇异生活》 在这阴霾的下雪天突然想起了几天前看电影《地墨西的奇异生活》 拥有着文艺片的风格和摄影手法 讲述带有魔幻色彩的迪士尼童话故事 从中透露出一点点的平淡、幸福、温馨 出乎意料的家庭浪漫剧 感情纯真质朴、小细节、巧妙、构思精致 一些生活琐碎事物都充满小小的惊喜和感动 影片讲述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吉姆和辛迪 年前种下了一棵树苗 直到接收到医生通知永远没有孩子的时候 就把想要小孩子的愿望写在纸条里埋在了家里的后院 上帝可能看到他们的心愿 于是一个男孩蒂莫西从土里长出来说是他们的孩子 孩子的脚上长着绿色的叶子 并且拥有这对夫妇埋下的所有对孩子期许的八个特征 蒂莫西每到太阳很好的时候都会张开双手迎接太阳 我想这是他创造温暖 并通过这种途径传递给他人的一种方式 一位影片下文做了铺垫 片头采用恐怖和惊悚的配音拍摄手法 为蒂莫西的出现渲染了奇异的氛围 整部电影采用暖暖的黄色调给人一种留恋的回忆的出动 温暖直达心底 虽然影片情节采用俗套的模式 但却是揭示的生活本真原理 描述家庭纯粹的美好态度 引起内心最深处的共鸣 蒂莫西实现一个愿望就会掉落一片叶子 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次难忘的体验和感受 孩子长大了就离开了 而他的叶子掉光了就消失了 生活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的惊喜 不要试图贪心的将这些占据 因为什么东西都有事有中的 但是他给吉姆和新帝夫妇留下的是宝贵的回忆 他的善良也会被小证人所铭记 电影触动自己心中的一处柔软和共鸣 在看到别人的时候 也能想起曾经的自己在回忆中的剪影 孩子用本真和聪颖教会了父母 如何用孩童的视角重新感悟生活 如何做好当父母的准备 影片中吉姆夫妇放下所有尊严 请求教练 只为让孩子上场踢球 让我心中震撼不已 不顾外在形象 表演不擅长的乐器 傻傻的手舞足蹈 让我红了眼眶 目送中说 所谓父母与孩子的缘分 不过是看着孩子的背影 渐行渐远罢了 地墨西的叶子掉光了 他离开了 起初我还会想 即使开始美好 最后也是绝望 还不如不曾拥有 看到最后 我意识到我错了 不管过程是否如想象的那么完美 还是应该珍惜身边的事物 最后影片升华 孩子不仅是上天赐给父母的礼物 还让父母重拾那些 流逝的珍贵与美好 正如你是上天派来的天使 终究只属于天堂 但你曾留下的叶子 却是我们前行的最大的力量 这句富有内涵的话 这是一场爱的延续 我希望我们都能懂得爱 收获爱 珍惜爱 让有限的生命 焕发无限的精彩和欢喜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